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 阅读前请动动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今天我们说一下 居家餐桌物品摆放风水禁忌 人类社会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从如毛饮雪到现在的各式美食 足以见证人类社会的发展 首要在于餐桌文化的发展 有那么一句话是 人是铁,饭是钢 这足以证明了它的重要性 而餐桌是我每天用餐的地方 对于全家人的健康、饮食非常重要 其实餐桌风水好 不但能够增加整个家庭温馨的气氛 还能给你带来好运 餐桌是一家人一起分享食物的地方 可增加家庭凝聚地 所以不要在餐桌上随便摆放东西 接下来为大家讲讲 餐桌上物品摆放禁忌 一,餐桌上别放时钟 因为餐桌是闲一下放松的地方 然而食钟是紧凑用来提醒人们的东西 所以餐桌上如果放了一个食钟的话 会增加人吃饭的紧张感 感觉是时刻刻在提醒 在催促人们 吃饭本身就需要细嚼慢咽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无法安心吃饭 加上食钟有时间 有限制含义 放在餐桌上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不仅会失去前来拜访的好友 一家人的欢乐也会随之减少 所以餐桌上千万不要放时钟 二,餐桌上别放仙人掌 很多人喜欢在餐桌上面 放一些植物盆栽 或者鲜花来装饰 需要注意的是 餐桌上千万不能放带刺的仙人掌 因为仙人掌的性子 极其坚韧挺爬 属于耐寒耐汗植物 但是餐厅是属于温暖和气的地方 仙人掌性情太过刚炼火热 和餐厅的气场明显不符 所以不适合放在餐桌上 若是餐桌上放心一掌 容易让家庭气场冲散 家人发生矛盾 火气很大 三,餐桌上别放刀具 有些人为了方便 会在餐桌上放一些小刀 来削水果之类的 虽然这样方便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可是刀具锋利不长眼 稍不小心就会擦枪走火 放在餐桌上 不仅会增加很大的危险性 而且还又会有不好的气场 容易让一家人的矛盾增加 斤斤计较 伤害家人感情 破坏温暖和谐的气氛 所以刀具之类 风力的东西一定要收起来 不要放在餐桌上 餐桌上的文化 有东西方的差异 但是在我们文化底蕴 深厚的中华民族来说 有其独特的风格 希望以上能给你带来帮助 若有不同观点 请谅解辅证 餐桌在餐厅里 这样重要起位 每天早饭 午饭 晚饭 我们都要使用到餐桌 但你知道吗 餐桌摆放风水禁忌 也是有很多的 关乎到身体健康 请千万要重视 下面就来看看餐桌水必知的十大禁忌 一 餐桌不宜正对厕所和厨房门 在风水学上 餐桌的位置 不应该正对着厕所门和厨房门 因为厕所在风水学中 属于污秽之地 如果餐桌正对着厕所门 就会使人的就餐心 听受到影响 可能产生不祥 而厨房是油烟比较多的地方 温度也比较高 同样会影响人的用餐心情 二 餐桌不宜正对大门 住宅风水学讲究 洗回旋即直冲 餐桌正对大门容易漏财 如有饭重 便会导致住户的元气泄漏 风水可能因此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若餐桌与大门成一直线 站在门外 便可以看见一家大小在吃饭 可能会形成漏财的风水 三 餐桌不宜正对神台 神台是供奉神底及祖先之处 应该来说 不宜与凡人进食之处太接近 毕竟始终阴阳异路 千返有别 倘若神台所供奉的是观音 佛祖助神 由于他们是军事借杀生 而如素吃斋 而一般人家吃饭却有大鱼大肉 正面相对便会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好还是把餐桌 尽量与神台拉开一段距离 好能把餐桌移开 让两者步形成一条直线 四 餐桌的形状 餐桌的形状好是圆形或者是方形 圆形的餐桌形如十五的满月 象征一家老少团圆 亲密无间 而且聚拢人计 能够很好地哄托 进食的气氛 早已深入人心 至于方形的餐桌 小的仅可坐四人 成为四仙桌 大的可坐八人 又成八仙桌 象征方正平稳 五 餐桌不宜过大 有些人为了室内的豪华感 装门选购特大餐桌 这本无可厚非 但必须注意餐桌 以餐厅的大小比例 如果餐厅面积并不宽敞 却摆放大型餐桌 形成厅小台大 非但出入不便 而且会阻碍餐厅的风水 好能让餐厅和餐桌的比例适当 这样不仅出入方便 也能形成比较好的餐桌风水 六 餐桌不宜杂乱 餐桌好 请保持干净 不要乱堆乱放 如果要放东西就好好整理 也可以放置一些花或者是植物 太多的杂物 会破坏整个餐桌与餐厅的风水 亦破坏家庭和睦 影响夫妻感情 七 餐桌质地不宜用大理石及玻璃 大理石与玻璃等材质 制成的餐桌较为坚硬 冰冷 虽然艺术感较强 但因其易迅速吸收人体饮食后产生的能量 不利于就餐者的座谈交流 因此这些材料不宜用于餐桌 八 餐桌之上一瓶不一斜 餐桌正顿的屋顶一瓶整无缺 如果位于楼梯下 或者屋顶倾斜 都会有损家人的健康 餐桌之上不宜用竹形吊灯 有些吊灯是几根蜡烛形的灯管组成的 虽然设计新颖 但如果悬挂在餐桌之上 就像把白蜡烛堆放在餐桌之上 这绝非吉兆 因为把蜡符是丧事的象征 把它放在一家大小 共同进食之处 其后果可想而知 故此必须尽量设法避免 但其他颜色的蜡烛则无碍 持餐桌及其座椅 不宜被大灯压顶 很多人喜欢在餐桌及座椅上 安装大型的吊针 其实这一点在风水学上是很不利的 因为当有人坐这时 便自然形成大灯压头之势 影响思维的活跃性 也不利于事业的开拓发展 餐厅是人补充能量之所 与互主关系密切 餐厅除了追求自然 高雅 朴实个性之外 更巧就勘探地理气场的学问 风水 相同的餐厅 不同的布局会产生不同的风水 从而为住者带来不同的家运 餐厅时宜 以餐厅意味于住宅中心 餐厅意味于住宅的中心位置 餐厅位于住宅中心 不仅方便家人的日常生活 从风水角度来讲 更有利于家庭团结 采与横通 更有效地提升家人运气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餐厅不可直对着住宅的前门或者后门 二 餐厅予以厨房相邻 餐厅和厨房的位置最好相邻 一出厨房就使餐厅更佳 因为餐厅设在厨房旁边 方便就餐能够保证饭菜的新鲜和热度 要避免二者相距过远 三 餐厅亦设在住宅南方 餐厅亦设在住宅的南方 因为南方日照光线比较充足 能给人温暖的感觉 更容易营造出温馨的就餐环境 让家人尽情地享用美食 而且南面熟火 餐厅设在南面 可令家道如火式燎原 日益兴旺 四 餐厅亦设在住宅的东方 餐厅还适合设在住宅东方 这个方向是太阳升起后 最早照射的地方 能给人生机和活力 如果在此方位吃早餐 能激发家人积极向上的进取心 五 餐厅的格局 一方正 餐厅的格局讲究方正 通常方方正正正的空间格局 寓意让人堂堂正正 如果再搭配上方形三桌 或圆形椅子 这样方圆组合就会别有韵味 不仅吃饭的时候 起坐舒适 使人能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 愉快地就餐 而且比较容易受到好的运气 六 餐厅相对的墙面 窗户易聚气 餐厅墙面窗户易聚气 不宜窗与窗正对 餐厅墙面的一面 设置的窗户即可 不许两面都开窗 如果餐厅两侧都开始了窗户 那么就应该将两个窗户锁开 不要正面相对 因为两窗相对时 气会从一面墙的窗户进入 再从另一面墙上的窗户流出 无法聚气 不离于住宅的气韵 同时两扇窗户相对的局面 还会让风直接吹到用餐者 容易给用餐者带来健康上的不利 七 餐厅易设在东南方 设置餐厅有以下几个集方 即住宅在东南南与北方 最好的餐厅位置是设在东南方 因为东南方有陈寺黄金水之称 餐厅设在这个方位 有家运新浓的吉兆 此外四处空气足 光线好 比较容易营造出温馨的就餐范围 有益健康 八 餐厅易在客厅和厨房之间 餐厅易设在厨房与客厅之间 这种格局可增进家庭成员的关系和谐 从食用角度来看 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上菜 以及人们从客厅到餐厅 就餐耗费的时间 同时可避免菜汤食物过快冷却 或弄脏地板 如果餐厅和客厅设在同一房间 应当与客厅在空间上有所分隔 具体可通过矮柜 组合柜或软装式 作为半开式或封闭式的分隔 九 餐桌已摆放在极方位 餐桌是餐厅里面最重要的家具 是家庭成员享用美食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选择最佳位置摆放 餐桌可以摆放在生气 延年或天衣的位置 这样会令家庭财运横通 家人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美满 食餐厅的天花及其地板亦平整 餐厅是一家老少围桌共食的地方 若有倾斜或凹凸 在风水穴上不吉利 亦导致家口不宁 因此餐厅的地板和天花都需平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经历满度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